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先来一杯地道香浓的咖啡 圣祭面当有非常好吃的云吞面 味道带甜 面Q弹 最特别的就是这里的云吞汤 非常的棒 到了文东 豆腐爆可说是无人不小 当然摩大妈豆腐 还有豆腐花和豆奶 配上姜糖 美味可口 大家非买不可 到了文东 不能错过文东江 文东江品种特殊 浓郁口感芬芳 辣香 任何一道菜配上文东江 味道更提升一个层次 尤其是蒸鱼 口感微辣 把鱼肉的好吃 口感更加的提升出来 这就是为何它被称为江中之王 文东 这里有很多古老的建筑物 中华大会堂是一间百年历史的老建筑物 大家开心尽心地拍照留念打卡 文东文化馆展示文东的发展历史和文东的景点 有着许多难得一见的古董古物 时间仿佛回到了古代的历史 一些怀旧情节 小时候的情景突然有限 相信很多人依然有印象 对于自己小的时候 曾经住过的老旧房子 爷爷奶奶的老家 乡下的生活 好像看着纪录片般的播放 一边看着这么有历史性的文物 记忆中的老旧画面也在脑海中熠熠出现 在这里也在冰箱上开心 这边看着很多古老旺 有很多古老旺 大家可以参观一下 这里有很多古老旺 这边有很多古老旺 Hello Orange 喀拉荣驾勒 这里可以体验到大自然的气息 有机的种植和养殖 当然也少不了 温东很出名的榴莲 如果你看到那些树要百点 恭喜你那里的空气很清真 有两种榴莲山 一个是家庭式的 通常最大都整个八角形的 好像这个地方 喀拉荣驾勒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大自然活动 可以喂养本地鸡 珍珠鸡 钓鱼 骑脚车 享用本地水果与榴莲 大家来一个大自然的椰青 大家来一个大自然的椰青 在这里可以烧烤新鲜的八丁鱼 也可以购买回去 不得不与大家分享 尤其是鱼池里打捞上来的八丁鱼 新鲜感十足 没有泥味 非常难得 接下来走多两公里就来到了花园海鲜 冷气餐馆Garden Seafood Restaurant 大家开开心心的吃个午餐 接下来我们要去云顶 参观最新户外主题乐园 Hunting Sky World 这里已经成为了热门的游玩地点 这里有九个独特主题的世界 探索各种国际级的电影主题 游乐设施和区域 适合所有人到此一游 尽情玩乐 来到了节目北深 又要与大家分手道别 希望下一次我们一起去更好玩的旅游景点 拜拜